我玩一番嗓 被骗了 我的朋友在那家店 花了好多钱 花了十几万 被骗了 长千 里面跟我没有大奖 里面没有A跟B 公仔是我的最爱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里面跟我没有大奖 你跟我说加油 我玩一番嗓 被骗了 我的朋友在那家店 花了好多钱 花了十几万 被骗了 长千 里面跟我没有大奖 里面没有A跟B 我是个超爱公仔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无言 无奈生气 我感到很难过 动作 我在原地开啊 因为要直接包套啦 我们怎么不能原地开 为什么你要把它 再拿回去 不管我告诉你 你知道我属过加... 因为很多人 你刚刚都乞过啦 不是 我刚才没属过 因为我就知道 一开始的东西多多少 可能你扬赏盒使用会有少啊 真的不可能啊 你扬赏这么多年了 少的应该不会是 现在那不是我的意思 什么是 我要先去放我的盒子 因为你不要 因为一直过上盒子 那 有不少我也不知道啊 因為我們 你程序性就像一些 你算過的機 不可能 到我一般賞 我拍一般賞那麼多次了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對啦 那時候 那就 你把一張單打開 這邊有這個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了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對 沒有 這樣我不知道 真的那麼小 3AV都在這裏上 對吧 對吧 B B 有那麼多小档 最後一張了 完全沒有A跟B 也沒有A跟B耶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沒有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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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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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我不是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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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那幾張 我可以直接打開嗎 是他剛掉地上 對我這邊我就是彈置在這邊 他掉了三張 我沒有變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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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絕對是A A是吧 A 我是感到難過啊 你這麼信任這個店家的話 把你當飛羊這樣宰 我萬一大頭是一個年輕人一定會逛的地方 所以我才這麼生氣 因為覺得那是血汗錢 只是想抽個公仔然後搞一個這樣的事情 如標題所見的 我玩一番賞 被騙了 我的朋友在那家店花了好多錢 花了十幾萬被騙了 長籤 裡面根本沒有大獎 裡面沒有A跟B 我是個超愛公仔的人 我非常非常的無言無奈生氣 我感到很難過 我們直接看影片 Let's go 我媽做一家又這樣子 我懶得一張 不是我在原地開啊 因為他接包套了啊 我們怎麼不能原地開 為什麼你要把他再拿回去 如果來我過去 你知道我數不下 因為他剛剛數過啊 我剛剛也沒數 可是我又不知道一開始的時候有多少 可能你翻賞盒子裡面會有少啊 真的不可能啊 你翻賞這麼多年了 少的應該不會是A跟B 那不是我的意思是 我現在先放網來知道 因為你不讓我們一直放上盒子 那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啊 那放在這邊啊 不是啊 那我們現在少的不會是A跟B啊 因為他已經包了嘛 所以他有資格開啦 這我...我明確實話 這個是... 因為 那盒子裡面我不知道有多少東西 因為他也一直擋著 擋著你我這樣子 不是 是不是 你走啊 你們不可以啊 你們不可以 你不可以搶喔 然後... 不是啊 因為你一直把盒子拿回去 超奇怪的啊 然後再留給我一個 的話 我們如果拿的話 不可能知道拿到哪裡 可以啊 剛才有一個盒子 我一直放上盒子 還是... 攝影機嗎 有攝影機啊 對啊 對...我一直想... 不是啊 因為他來你這邊出很多次了 然後他... 我覺得很詭異 因為還有3A跟... 一筆嘛 所以到獎一定在嘛 因為... 上面都寫的嘛 對不對 沒有人抽走嘛 所以不可能會有少啊 沒有嘛 只有... 還是... 還是要... 再算一下 但是... 讓老闆直接看 我想看看 還是要... 因為我們... 程序是不上些 你刷過一次 不可能 到我一般撒 我拍一般撒那麼多次了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對... 怪啦 那個喔 那叫... 你把一張單打開 G 所以我們會有3A跟1B 的... 大獎 這邊有幾個 把他... 一腳...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 沒有 剛剛是你手放掉的 老闆是不會把這盒拿回去的 對... 不能這樣啊 嗯 我們都沒有在錄 你真的不要這樣子 一張到C 你看這邊都沒人動喔 唉唷 我們等一下證明嘛 老闆是我們誤會你們啊 就趕快等一下證明啊 B是怎樣 裡面一定會有3A跟1B嘛 對 因為那是配慾 這會有像5張 真的會小 3A1B都在配慾上 對吧 3B 那就是這樣一定的3A跟1B 對 1 有那多小張 3A1B就是他沒有 9G 1 最後一張了 完全沒有A跟B 我沒有A跟B欸 為什麼你可以這樣 不要不要 嘿嘿嘿嘿 不要讓我相信啊 我不是... 所以我不知道 我是怎麼可以這樣 掉了那幾張 我可以直接當該嗎 我為甚麼可以這樣 你不知道我為甚麼可以這樣 不是 你不能騙我朋友啊 我為甚麼 是他剛剛掉第一張 你看 我這邊我就是踩就在這邊 他不要的擔心 我沒有騙他 我不知道 這絕對是A A的操 而且你們還一起 你還叫你員工一直來 沒有 他沒有 不是 你還叫他一直來幫你 先來拿一拿 把這一盒拿走 拿一拿 我們都 你剛剛不是就要幫你 沒有 我都會覺得 沒有 我都會覺得 我沒有聽到 一定就有 我們玩不是都會這樣 我們都會玩 我們都會這樣 我說真的 我不是要告什麼要錢的 我不在意錢 我只是覺得 不可能每次都那麼小 我都要收到保討 因為我每次都一萬就滑 沒人知道 這盒子不是一開始你丟給我們 那等於我們剛才投下去的錢 裡面根本就沒有A跟B 我實在是這樣 我連點我都沒點 我就不知道 那麼巧 剛好缺的三張就是A和B 我就點不點的問題 我說一套新的一番賞 一定會有A跟B 他剛包了 全開了 裡面沒有A跟B 沒有的話就是這幾人 全部退款 等他送他就這樣 一開始有先演嗎 我們就直接抽 直接一支花錢這樣抽 最後掃的牌 確實剛好是雙A 我知道你們可能抽到一個金額 會把A賞跟B賞跟B 放進去啦 盒子拿回去 然後大賞放進去 沒有沒有 這個是不能這樣先講的 因為你要親眼看大朋友 我們不能證明了 這邊沒有大獎 這邊到底是掃牌 就掃三張 三張大盒 我最好想說 你們都掃牌 我們問我們先進去 翻賞是不會掃牌的 我跟日本來講好了 那不會都掃大獎嗎 他就跟我有上面一滴拳手 找個幾張等等 所以現在 我們先卸掉了 都掃高中生 國中生你沒什麼錢 來抽一番賞 然後你每次給他小獎 他這輩子也會抽不到五條路啊 他這輩子 永遠抽不到下游捷啊 哇 我的天啊 謝謝了 我知道世界上很多詐騙啦 很多詐欺詐騙 管都管不完 抓都抓不完 但是我 公仔是我的最愛 公仔是我的最愛 你怎麼可以這樣做 為什麼今天可以抓到呢 因為我的朋友 他常去萬一大樓玩玩 那他這個人比較 他就好玩 他也不在意錢 抽了每次都包 他要覺得很詭異很奇怪 老實說 他已經發現了三四次怪怪的 他其實想抓 可是我那個朋友很溫柔 他沒辦法像我一樣 比較 沒有比較強硬的方式 像你看 如果對方都去搶他的盒子 我覺得 以他的個性那麼溫柔 一定被搶走 所以那天就陪他去 真的抓到 我其實滿震驚的 更震驚的是 但是我在的情況下 因為他也知道我是公眾人 我會知道我玩公仔 真的玩很久了 我是還滿熟這一塊東西的 然後居然還是 做這些偷雞摸狗的行為 做這些小動作 而且那個人還一直要來搶 那個時候我還用拳擊的方式 小吳前手留 把他抵在外面 如果沒有鬼 怎麼會這麼想來搶盒子 那我其實沒有那麼熟 萬一大樓這些店家 但是我朋友非常熟 他基本上每一樓 一般想要抽雇 可能都花超多錢 包超多套 你來進來跟大家說說 說說你的感想 耶奧特曼先生 因為我朋友害羞 他不想露臉 你跟大家講 你一開始怎麼發現怪怪的 我抽了大概五六次有 兩三樓這樣跑 因為我都是 十點左右打烊的時候 每次二樓的那個女生 他都會在場 每次在三樓抽 每次都是抽到包套 然後那時候總共抽了 一萬一千元 一萬一千元就是33抽 盒子裡還剩25張 我在抽的過程 他們一直問我想要什麼 然後我就說 我想要五條糊這樣子 他說好 然後到一萬一的時候 就是33抽 還剩25張 我就請老闆幫我數千 老闆在桌子下面數25張 剛數 然後那個二樓的那個女店員 就走進去櫃台 然後在下面不知道幹嘛 後來就把盒子放上來 最後又補了一千 25要再扣3 我要抽的時候 那個女就從櫃台走出來 直接插進來 說要幫我抽 說幫我摸個好手氣 然後在那邊感應 他拿最上面的那一張 然後我其實就知道 他手上打開肯定是A 然後他開就在那邊演戲 說哇 A賞這樣子 可是很奇怪 我那時候其實是打算要包套的 因為其實裡面還有算七個大獎 還可以拿最後一張 正常一定會包 他跟我說 不要包了不要包了 就只損點就好 然後我當下就打電話給你 跟你說 就是我確定 店家後續有賠償你那個 我們當天抓到那一套的錢 還有之前哥吉亞那一套錢 我是感到難過 你這麼信任這個店家 然後把你當飛揚這樣宰 萬一大頭是一個年輕人一定會逛的地方 所以 所以我才這麼生氣 因為覺得 那是血汗錢 只是想抽個公仔 然後搞一個這樣的事情 三樓老闆娘坦誠的一件事說 他們有這個 邪惡群組 那個群組是我去找同行認識的 可是那個同行都是娃娃機的業者 告訴我 因為娃娃機的業 他們有時候會進一番賞 就會知道 位置 序號啊 他還很自豪的說 喔 我們可以到處服務 幫你看 然後收費一樣都是 一次三千 然後可以跟你講 位置 原來是一狗票的人都在做這件事情 那這樣以後大家怎麼平安玩一番賞 好那現在志哥到了 我們請真正專業的志哥 來為我們講解 一番賞 為什麼可以做牌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張完整的一番賞 那譬如說這一套裡面有80抽 他就裡面就是有80張賤 他們一般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有跟你講說 他們會有分A B版 對 他會先拆了一個A版 當作是個樣本 然後再去對 A版大獎在哪裡 去拆B版的捐下來 把它收起來 這兩套是一樣的嗎 一定一樣 序號只是個他們在做 出貨參考的依據 所以它的版面 就跟印刷一樣 所以不是看序號嗎 序號只是對應 他這一套裡面 他有沒有混其他套進去 他可能會告訴你 我這個是混套 可能他第一套 他爆掉了 他就開了第二套進去裡面 告訴你他是混套 那混套是OK 只要店家有獎吧 先講 其實就是看每個消費者吧 你OK 你可以接受你就抽嘛 你不能接受的話 我們就不要抽 應該這樣子 因為對我們來講 就是一個權益的部分的問題在 可以直接猜嗎 猜猜猜猜猜猜 這邊是F嘛 對 第一個是F 所以另外一個 一樣這套一般上 這個左上角就會是F 對 所以他就會知道 大獎在哪裡 他就等於拆了一套 A套 廢一套 然後就會知道 這一套帶在哪裡 他就可以把大獎拿起來 對 等於是 大老闆去幫他做了這件事情 他只要付這個費用去給他 對 他就不用自己去廢一套 應該是這麼說 對 那個三樓店家是這樣講的 這要怎麼預防這個 你覺得以你專業店家的角度 一般來講還是去一些 官方認真的店家 授權店的話 必須有原廠所謂的萬代 他就可以規範裡面 不能做這個小動作在 不然我會取消你的資格 還是建議一般的消費者 去他們的官方的LINE 或者是搜尋有認真的店家 最起碼在某些部分 他是可以接受規範的 然後也盡量不要去抽日版 因為日版的部分 他們沒有辦法去規範到他 哇 所以日版反而沒辦法被規範 可是有些人會迷失 說日版跟代理版 是不是日版比較酷比較好 其實根本沒差是不是 基本上沒有差 都是同一個工廠 同一個生產先出來 可是日版通常來得比較快 那我會有些人 真的想抽日版怎麼辦 可是日版是不是聽起來 風險比較高 不能這麼說 應該是說 還是看店家的良心 對 那怎麼是有授權店家 門口會寫嗎 你像全家便利商店也是 Seven那個都是 可是全家不是 前陣子也出事 對啊 應該是說 做零售人是最難控制的 因為你根本不知道 你下面的人會做什麼事情 去影響到你的生育者 說不定他就是 你們講的那個群組裡面的一員 所以他會知道 你要怎麼玩一般賞啊 不要玩 不要玩 還是吃吃 所以也有可能發生 有認證店家 結果店員也在搞一些 偷雞摸狗的事 心裡有這種壞的念頭的話 其實什麼店家都有可能會發生 人才是最大的問題 對 人才是最大的問題 所有東西的起源都是人 所以這個一般賞 店家會賺錢嗎 做一般賞 如果有作弊跟沒作弊的狀況下 會差多少 其實會差蠻多 因為一般賞它是個娛樂 就是店家做裝 然後消費者去抽 大獎被抽完了 這一套就廢了 廢掉了 廢掉了 那店家就要想辦法 把這些東西處理掉 不然就是它的損失 一套完整的一般賞 抽完之後 都可以賺個 20%左右吧 4800塊錢 價錢越高 相對來講 它就會賺得越多 但是這都是不一定 因為它是一個未知數 但是做長期來講的話 其實如果你知道 怎麼處理這些庫存 其實都是賺錢的 良心店家跟有官方認證的部分會好一點 如果我現在抓到有認證的店 然後就這種事 一般來講可以去跟官方反映 取消它代理版的這個權利在 但它可以賣日版 對 它可以賣日版 那這盒子到底是該怎麼辦 怎麼樣是最好的 店家不要放在一個彼此看不到的地方 如果這個時候是在進行抽一番賞的部分 就盡量讓雙方都看得到 就比較不會有爭議上面的問題 除非現在是說抽完之後你不抽了 店家收下來我覺得那個是合理的 對 它都是抽到一半 店家又拿下去又拿下去 又拿下去 這樣通常會有問題 也不能說我有問題 但是就是說基本上 就是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我們不知道 變容易起疑心 對 起他起疑心 但是它收下來沒有不對 因為它也怕遇到不好的消費者 它可能多拿 我們其實店家 我們有遇過被消費者騙 一般來講 如果門市人員他不知道 消費者麻了三張他抽開來 他可以去拿別套的A 拿同一個作品的 大獎 哇 這等於說是消費者搞店家那一套 對 長牌那一招 對 所以其實我們也有遇過 你親自遇過 對 我們也有遇過這種東西 店家也很怕消費者 消費者也很怕店家 所以你們一開始你們有數千嗎 有 剩16 我們就說我們要包了 他說那你這盒子給我一下 我要確認一下 他很慌喔 我說你到底在講什麼 我就說 如果今天裡面有少 那也是有問題的 因為光是 他說有沒有少這句話 就已經不對了 因為是不會有少的 上面的配率是怎麼樣 因為有一個客人抽到 你把它貼上去嗎 一般不會少 OK 我感覺聽起來就防不勝防 我只能呼籲店家真的不要這麼黑心 然後消費者也是 我們一個好的一番賞環境不好嗎 大家開開心心享受 這過程不是很棒嗎 那你怎麼會想做這樣的事 所以我真的要 呼籲所有的店家不要這樣 真的 因為你都當莊家了 那很多只是學生 學生跟我沒什麼錢 他只是想買公仔而已 我覺得非常難過的是 也沒辦法改善什麼 只希望 就不要發生 我們一起維持一個好的一番賞環境 不然真的 我最近真的有點噁心 那噁心的狀況是說 當下我們在抽 他還跟我們說 加油 孫生哥 加油 加油 你快抽到 加油 加油 哇 你還在演戲 我回家洗澡的時候 感到難過 裡面跟我沒有大獎 你跟我說加油 我相信萬一大樓 還是有好店家 一定有啦 但消費者小心 真的小心 客人是有權力數簽的 對嗎 是啊 對 是可以的 是可以數簽 所以各位消費者 你在玩一番賞的時候 你是有資格數簽的 可是數簽 我們就是數簽發現 我們打開了 也沒有大獎啊 如果你們覺得 有哪一間疑似可疑 怪怪的 有做牌的嫌疑 跟我們說 我去現場 我們親自來實測 好 感謝你們 掰掰